时隔六年,中央召开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记得2014年到新疆考察时,总书记就指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正说明新疆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月25日至26日,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王叶社,2014年召开的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社会稳定和长治 199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并要求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这次座谈会则将有关要求拓展为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复明新疆,长期建疆,增加了文化润疆和复明新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对于文化润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复明新疆,则蕴含着党中央对新疆各族群众 过上美好生活的庄严承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新疆工作也面临新形式新任务,增加文化润疆复明新疆的要求,正是新疆工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的具体体现,确定新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央财政2014年至2019年6年间合计支持新疆2万多亿元,全国19个原疆省市累计投入 原疆资金含兵团近1000亿元,实施原疆项目一万余个近年来,中央支持和全国对口原疆力度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新疆各族人民宁星聚力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2014年至2019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1%,所有的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 累计脱贫近300万人,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上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六年间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时,强调了四个方面,即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中央支持和全国对口原疆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要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要推动工业强击增效和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的群众增收致富, 火歌咒贼脑翻鬼物红奔汉拐为二个提炯炯炯一路哈火莲福,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生态良好的重要性,要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制杀制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不难看出,党中央正是从全党全国的大势, 也是大势着眼,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放在更大的格局中加以谋划和推进,更大格局还体现在对外开放中,2014年总书记考察新疆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起来,新疆将可能成为繁华的中心,不要说别的,乌鲁木齐现在是方圆1500公里最大的城市,到那时,将是一个怎样的景象, 可以预见,当新疆融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成为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必将释放出巨大发展潜力,将这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不断迈进, 实际上,新疆工作事关全国大局,不仅仅是新疆一个地区的事情,新疆工作座谈会不仅是给新疆部署工作,也是给各地区各部门布置任务, 从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人员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除了自治区及兵团各级党政负责同志外,全国其他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金融机构,中央企业,军队有关单位等均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护月申气富崩陆交欧板陆锡依工费捐布顶基南长任缠编欧半卧本身求搜失恋谈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